新手朋友刚拿驾照开车上路 发现没有自己开车上路 是不是经常感觉 爱跑偏爱压线 非常的危险 不是往左偏移 就是往右偏移 老是保持不在这中间形式 这样开车上路 不但自己危险 别人也非常的害怕 我们通过车辆时 发现有人噎自己的车 自己可能会猛的下意识 打一下方向盘 这种如果旁边还有车 也是比较危险的 那么新手朋友开车上路 要想不跑偏 不压线 那么今天车哥教的这个技巧 大家一定要学习一下 保证新手开车上路 再也不用担心 跑偏压线的危险 第一种方法 我们开车上路要想不跑偏 那么我们实现 一定要望得眼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条道路的尽头 是不是有个交接点 我们方向盘 针对着这个交接点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车 就不会跑偏 不会压线 那么第二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A柱夹角 我们用我们的A柱夹角 扫着咱们的花坛底部 或者道路标线走 此时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后视镜 我们的车身和旁边马路 样子的距离 至少还有30厘米 那么近距离跑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看这个点 让我们的车辆不跑偏 那么第二个技巧哈 咱们就看一下 我们方向盘的正中间 我们开车上路 在道路上行驶查 一到这 一到咱们的交通标志 是不是咱们可以看 第一扇标的这种标志 只要用我们方向盘 正中间哈 扫着咱们这个点走 这样哈 我们的车也是跑在 正中间的位置 大家记住了 这两个点 然后再结合哈 咱们演出 看一眼交接点 方向盘正中间 对着咱们的交接点走 我们的车也就不会跑偏 不会压线了 我们在宽一点的道路上可以走 但是我们经过这样狭窄的道路时 大家看这个点 是不是就不管用了 这个时候哈 我们就要看 我们交大家标的左右安全点 也就是咱们的这两个点 咱们可以看一下 我用左侧安全点 扫着咱们标签走的时候 我们看后视镜 此时我们的车身和旁边 至少还有30厘米 无论是汇车 还是载路同行 都非常的安全 右侧有车 咱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右侧安全点 是不是也是扫着右侧表情走 这样哈 一道障碍物 主要出现在右侧安全点以外 我们都得安全通过 新人朋友哈 只要记住了这些点位 这些方法 这些技巧以后 你再来开车上路 其实你会发现特别的简单 我们上路以后 只要切保一下引速 开车有一种选据 叫做车感 这个东西哈 说不清 道不明 但是开车技巧 大家懂一点 绝对能提升自己的开车技术 我扯歌 如果有用 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以及分享 掌握这几点以后 再来开车 相信我 再也不用担心 车辆会跑偏 收睁 given赞 订阅 打赏 车辆会赞 打赏 感谢观看